南加州的华欣基金会举办的青少年台湾风情夏令营迈入了第七个年头 今年将在7月1号跟29号分两个梯次出发 展开18天的文化之旅 要带领台美的第二代前往台湾寻根探险 不论是参观古迹还是户外实习 今年的行程安排可是格外的精彩 从来追寻历史的文化 古迹的巡礼 民俗活动 夜市文化之外 文化创意课程更是夏令营的特色 今年我们将体验有板桃彩绘 有腰花卷轴 玻璃艺术 然后有布袋戏偶 还有瓦吉的DIY 放天灯等等 每一位学员都能够充分地发挥他们的创意跟想象力 何祖芬表示 每日健康休闲类的活动也是夏令营形成的一大亮点 包括了参观长荣航空飞航中心 体验模拟机的飞行 以及享受泡温泉美人汤等等 现场还有多位的台美人家长现身说法 表示自己的孩子通过了夏令营 找到身为台美第二代的文化认同感 也增加了学习中文的兴趣 更多的详细资讯 欢迎大家上网查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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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